每個領域都是一棵大樹 其實很多前輩他們已經在這個生態鏈的頂端 但大家往往忽略的是兩棵大樹 兩個領域中間的這個地方是最肥沃的 陽光最充足最多水 但是你願不願有這個勇氣跨出這個領域 去兩棵大樹中間去找到自己的新的舞台 我是陳佳恩 然後在我大二的時候 跟我的室友在我們寢室組了我們學校的第一台3D電機 我們一開始其實就是一群大學的同學 然後有興趣 然後有跟一些醫生一起來玩 在一個因緣機會下 有一個空間 然後我們去把它建立成為一個Makerspace 所以我們是比較特別的一個Makerspace 我們是醫學的Makerspace 因為那時候剛好長官希望我們建立3D電中心 就是給我一個任務 想要去看全世界的3D電中心 那時候我去MIT我問那邊的教授說 欸請問MIT有3D電中心嗎 他跟我說欸 Danny In MIT there is no 3D printer center Because every lab has 3D printer 也就是3D電不再只是你要成一個中心 而是它是一個每個人都可以使用的一個工具 其實從骨盆到脊椎側彎到眼光骨折 其實案例都蠻多的 過去醫生在手術的時候會放入一個固定板 但這個固定板通常都是手術當下去做調整的 所以其實要來來回回好幾次 那我們在術前其實就可以把這個模型列印出來 然後去有效的把這個鋼板去做一個調整 透過3D的技術我們可以去縮短手術的時間 減少數學量 在這個時代我覺得跨領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每個領域都已經發展很久 我們不可能比阿恩斯坦更聰明 但是我們可以把阿恩斯坦的東西 去跟其他領域去做結合 那我們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看得更遠 在疫情來的時候 其實衣材這是最關鍵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跟三種互語團隊 去做了很多的一些防疫的面罩 然後我們有把這面罩 就是捐給阿富汗的團隊 甚至我們有把這檔案給日本的團隊 他們就列印很多面罩給他們很多國家 透過我們的技術來去幫這個世界 進行一份行李 興趣是喜歡去創造東西 也不能算工作 但是我會覺得把工作跟志向結合在一起 會蠻快樂的 3D列印是MAC 這最好的稅貨很多MAC 那LEARN其實是你發現問題 去解決問題 因為現在有國際的網路連結 所以SHARE就包含了國際的connection MAC LEARN跟SHARE 那我們希望可以把這個精神 運用在醫學的領域 而不是來讀書指示考試 跟對別人已經做好的指示 而是我們要去開啟另外一塊 沒有人去過的那個 新的藍海 原來是一起年的 納拍 simplify 零件 今期還期待 黃色的士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